你说这,钱又花完了 是啊,媳妇,这钱又没了 这,去哪弄点钱呢 你说都怪你,天天去,喝酒打牌 这下货货完了,好了 去哪,我也不知道去哪弄啊 你别说我,你也不说说你 天天去烫头,剪头,染头 头发全是你弄的 还有一点衣服,这一天恨不得买七八件 你说这钱够你造的吗 行了,行了,你说这些都是废话 反正钱已经花完了,怎么办呀 走吧 闺女,闺女 谁是你闺女啊 闺女,我家有好多好多钱 还有大房子 发员啊,这你看她 走闺女,给我回家 大婶,你家有好多钱啊 是啊,我家有好多好多钱 走闺女,给妈回家 谁是你闺女啊,我不去 媳妇,你看,这好像是个神经病 但是她说她家有好多好多钱 要不,你假装一下她闺女 咱把她钱骗到手了再想 这样能行吗 哎,能行,你就听我了 那行吗 走,咱先去她家看看 妈 闺女,给妈回家 妈给你做饭 行行 走回家闺女 闺女,看,这是我家大房子 大了很 闺女,坐,坐,坐给你 妈 这,你不是说你有很多钱吗 是啊,闺女 我呀,我去给你拿 去拿钱去了 是啊,阿元 这老婆子太好骗了 对啊,阿元 你看到墙上写的那个拆字了吗 哎,我刚进来啊,我就看到了 这,哎,现在很激动 看,给你好多钱 妈 你,你真好 妈 我饿了,你去给我做点饭呗 行,行,贵女 我给你做饭,我做饭去 来看 这么多钱 看来 这老家伙肯定有钱 要不 咱先 把这钱给他骗光 然后把他那个 房产证 也给骗过来 过货 把你的名字给过上去 行 行 阿元 你说这,真好 没有钱 还能吃这么饱 是啊 吃得挺好的 贵女 妈 妈做的饭好吃吗 好吃啊,妈 好吃 好吃就行 大婶 这个娃 是她男朋友 是你女婿 我女婿啊 妈 这是我男朋友 我结婚了 结婚了 嗯 嗯 嗯 好 妈 你说 你这房子 你房产证在哪啊 房产证 在那放着呢 嗯 在那放着呢 嗯 你以后这房子想留给谁啊 房子 当然留给我女儿了 我就这一个女儿 我不留给她 我要留给谁啊 是啊,妈 你把房产证放好啊 别被偷走了 行 知道了 妈 你说你做饭这么辛苦 你先进屋休息会儿 我给你真疼我 行 我要去休息了 去吧 哎呀 房产证在她屋里放着呢 那走走 赶紧赶紧去找去啊 走 走 美丽 你说 这老婆子这放东西放到也太严了吧 就是啊 我没找到 我也没找到 这 行了 不想这事了 这不 昨天她不是给咱们钱了吗 咱们出去消费消费去 走 走 走 你说这钱啊 真不够花啊 是 找她老婆子再要点钱去 行 哎 阿远啊 嗯 这是什么呀 什么 打这看一看 姑娘 小伙子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 陪我这些日子 我很开心 其实 我知道 你不是我女儿 我女儿早在三年前 已经出车祸去世了 我也知道 你们来我家 是为了我的钱 和我的房子 我不怪你们 你们来的这段时间 我过得很开心 姑娘 你和我女儿长得很像 我啊 把房产证 还有我所有的积蓄 都放在头地里了 我把这些 都留给你们 我走了 谢谢你们 原来 原来 神早就知道 我们是在骗她 是啊 这 阿远 你说 我们这样 骗神 是不是不太好啊 她这么对我们 我们还骗她 你说这 多没良心啊 是啊 这 神这么好的人 我们不能骗她 我们不能做亏良心的事 是啊 阿远 我估计神 应该还没走远 咱们两个 把她追回来吧 那走 赶紧 师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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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 神 神 hacerlo 你怎么来了 婶儿 原来你早知道 她不是你亲生闺女 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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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骗了你 婶儿 你对我这么好 你说 我还这么欺骗你 我们两个太不是人啊 婶儿 走 跟我们回家 以后 我跟阿远 就把你当亲生母亲一样看待 好 好闺女 走阿远 那走吧 走快点 阿远 你这干什么去啊 干什么 把你扔在你娘家 说说你生个病 花了我多少钱了 阿远 咱们两个已经结婚式夫妻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 我怎么对你 关你什么事 你赶紧给我回娘家去吧 阿远 就因为我生个病 你不给我治 才要把我送回娘家吗 说什么废话呢 赶紧回家 阿远 走吧 老婆子 老婆子 怎么了 这我把你女儿给你送过来了 把我女儿送过来 怎么了阿远 怎么了 你说你女儿 得了这个病 这得花我多少钱 这也治不好 我把她给你送过来了 以后就别回家了 阿远 你也不能这样欺负我闺女 我说 我说 你个死老太婆 还想打我呢 行了 你闺女儿 我也给你送到了 嘿 自己病自己治吧 还有 你拿借我的五万块钱啊 我也不要了 都当这个是离婚费了 阿远 你就是个混蛋 混蛋 不混蛋我不知道 反正呢 你这病啊 花钱啊 得需要十来万 这我也没那么多钱 你啊 就好自为之吧 我是不会再要你的 滚 妈 滚你 这个怎么办呀 别生气 放心吧 有妈 妈呀 会把你这个病给治好的 妈 我这个病 治下来的需要十来多万呢 这个怎么办 妈呀妈 要不咱不治了吧 闺女 说什么呢 这个病啊 一定要治 有妈在 你就放心吧 这医院啊 不用那水滴除吗 一会儿 妈去医院看看 看有没有好心人 帮助咱们 妈 这样行吗 闺女啊 这事啊 就别管了 走 回屋休息休息 去 美丽美丽 出来 妈 怎么了 美丽 你看 有钱了 有个好心人 捐钱了 妈 这真的吗 我的病 有救了 是啊 大闺女 你的病有救了 走 闺女 妈带你去医院看病去 走 妈 妈 怎么了美丽 妈 你告诉我 我生病 住院花的那些钱 是从哪来的 是个好心人捐的呀 那个好心人 是谁啊 美丽啊 妈也不知道 那个好心人啊 没留下姓名 妈 你又跟我说 那个人 是不是阿元 闺女 你这怎么知道的呀 妈 刚才 我在玩手机 有人给我发个信息 说阿元 把房子卖了 这是真的吗 闺女啊 见你知道了 妈就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你有病的时候 阿元 来咱们家 几次了 这阿元 给我打电话 干什么呢 妈 叫什么妈呀 你和美丽啊 都离婚了 我呀 不是你妈了 妈 你别这样 这我跟美丽离婚啊 是有原因的 你看 当时 我和美丽好的时候啊 我跟她说过 说过 我要好好照顾她 这现在呢 她得病了 我要 要努力 挣钱给她看病 也不想耽误她 这听说美丽的病情又严重了 我迫不得已啊 我就 把家里面的房子给卖了 妈 这卡里的钱 够美丽治病了 你拿着吧 阿元 你是不是又在耍花样啊 我还能信你吗 妈 我怎么可能耍花样子 这里面有没有钱 你一查就便知道了 行 阿元 谢谢你 什么 误会你了 妈 这 我给你送钱的事 千万不要告诉美丽 不然她又该生气了 行 行 阿元 你放心吧 我要 不会说的 那行 妈 你赶紧拿着钱 陪美丽去治病去吧 行 没想到 阿元 为了给美丽治病 把房子都卖了 真是个好孩子 妈 我就知道 是阿元 妈 你说阿元把房子卖了 她能去哪儿啊 妈 不行 我得去找她 行 闺女 你去吧 阿元 阿元 美丽 你怎么来了 我都知道了阿元 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啊 你怎么能把房子卖了呢 什么房子 这谁卖房子 阿元 你就别骗我了 我身边住院花的那些钱 是不是你卖房子的钱 美丽 你这从哪儿听说的 阿元 你就别再骗我了 我妈 把所有的实话都告诉我了 这美丽 卖房子 这我也没办法 这你的病 需要这么多钱 这我呢 也没这么多 我只好把房子卖了 给你看病 美丽 你也别怪我 这我背着你卖房子 这是我的错 但是你的病 也必须得治 这如果当初 你生病了 直接说卖房子 那你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这所以呢 我只好先给你离婚 然后把房子卖了 才能给你看病 阿元 你说你 怎么这么傻呀 你把房子卖了 你住哪儿啊 我 住哪儿 无所谓 这只要你的病 好了就行 阿元 走 你跟我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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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